首先第一个它一样按F12 因为这个按右键没办法 所以记得一定F12 如果你按右键它一定跳 起来跳这从头面整理一下 然后一样按F12 把这个画面叫出来之后 一样就是去观察一下 这一样一定是标题的部分H1 这个一定是Table的部分 从头到尾其实大概结构都一样 其实里面的Spam 这个是012跳过 从第三个开始刷 所以底下基本上好像也都是类似的 一样的这个标题 这个是Win 然后里面的话0123也是一样 所以假设后面的逻辑都一样的话 那如果我要把这些全部的资料都get回来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基本上我的习惯是第一个 可以把刚刚开讲这个 最好可以把它复制 复制一个之后变2 不然的话你改了之后可能就回不去 先抓这个也许是威力裁的 那另外一个这个是所有的 假设所有的话 那有哪些部分要做修改 基本上第一个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原来的DataE 只抓一个 变成抓全部了 底线全部抓回来了 所以标题里面全部抓回来了 但是要记得这个最后面这个有问题的地方是刚刚我强调就是这个它是一个标题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底下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匹别 它不是Table Win 所以将来的话呢我们基本上还是有Table Win的总数 当成是我们的那个 输出那个串列的总数 所以特别是第一个先把什么呢 把H1先抓下来 它的Class是这个 另外一种写法 其实还可以更简单 这个Class 我记得好像3D好像也可以 前面的话呢是它的标签名称 后面是它Class名称 不过有时候习惯 把一个Class 感觉至少看得到 知道是一个Class名称 好 那Table 它Class名称的话是Table Win OK 所以这个把它全部抓回来 但是呢 它的总数 这个可能会多一个 为什么 因为Table Win好像就最后那个不是 它叫Table 4 那这边抓回来之后 接下来怎么样 再把它所有的 For n in range 所以一个一个怎么样 把它解 所以总共有几个呢 从第0个 再到总长度 特别注意哦 这里的话请各位注意 不要用Data 1 如果你用Data 1的长度的话 会多一个 如果你没有减1的话 它会 最后跑完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Index 有没有 超过那个索引值 所以记得 这边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一定要改成2 主要是还是要观察 因为如果你没有去Check 里面的相关标签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逻辑 有的时候这个逻辑 是因为我先Check过 那我就知道我要抓什么 那我就逐一的把 我要的东西的位置 有没有 它上面的一个Tag标签 加一个Class名称 它就逐一的把它抓下来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一个H1 然后标签 Class名称 标签名称 Class名称 Span也是一样 所以我再来就是把里面的Span 把它抓回来 不过如果Span本身没有Class名称 那你就抓Span就好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话 它里面所有的Span 后面没有Class名称 所以如果没有Class名称 你就把Span抓回来就可以 就跟之前好像我们要抓超连结 就超连结里面没有Class名称 那没有Class名称怎么办呢 你就要往上一层再去抓 所以这个有些 大概弹性自己去 针对不同逻辑 去把不同的资料给抓回来 这个有时候还是要多练习 练功 所以我讲如果没有特别的对象 因为你们应该有一些网页可以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把除了台英外汇资料以外的资料 通通把它抓回来看看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分别把这些资料 把它Get回来Find all 那我把标题放在Data1 把Table放在Data2 把Span放在Data3 OK 然后分别怎么样呢 再来做 这个是Table里面的范围 然后呢 第一个把标题先输出 那输出的话呢 我当然我假设了 我不要一个 这边我把它接在一起 所以我这边把矿行部分也去掉 再来我要放什么呢 再把那个Data3 里面的资料 再把它切出来 所以把那个Data2里面的资料 再去就是Table里面呢 找到它所有的Span 所以特别是要把Table里面所有的Span抓回来 然后呢输出什么开奖顺序 就是它的标题 再来的话就是它的什么开奖顺序 所以就把它执行一下 它会怎么样 把那个威力彩先输出 然后再来就是开奖顺序 那开奖顺序的话呢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威力彩 不是第一个 然后开奖顺序 我就把它加到后面 然后面的话再来怎么样 把这个 那个什么呢 把Data3里面 所有从第几个呢 从第四个开始 为什么从第四个我刚刚讲过 其实网页上 你可能还是要check一下 它012 从第四个 012嘛 从编号是3开始 然后逐一输出 OK 那也一样把后面的那个换行拿掉 全部让它串在一起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把它print出去的话 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那个台彩官方网站看到的 从威力彩到三九乐盒彩 全部都把它列出来 你可以check一下 不过可能还有一些细节 可能还可以再让它更好 最后一个三九乐盒彩 不过像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陌生的 大概就只知道上面有这些号码 但是号码的规则到底怎么样 其实我也是很陌生 好像我最熟的应该就大乐透而已 因为我常常把大乐透当成一个列写题 大乐透像网路上很多资料可以抓 一样可以把它抓下来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部分 试着再从那个台彩官网 把开讲的那个讯息 从威力彩到那个什么 他有三九乐盒彩 全部都把它抓下来 总共会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个资料把它列出来 试一下